今年春天从平底到高跟的厚底懒人鞋 将成为最新的时尚趋势 让TJ教你如何优雅的正确穿着他们 那么以下是五款TJ替大家整理的裙装 搭配乐服鞋的穿搭公式 那么首先第一种搭配方式 就是摆着迷你裙搭配代扣乐服鞋 摆着迷你裙在本季将很难被遗忘 至少在这个季节会是这样 将摆着迷你裙带出巴黎 最大程度的引发我们对这个风格的热爱 其中包括编织背心、白衬衫和学员风鞋款 这些元素构成著名的美式造型 接下来第二种搭配方式就是 牛仔中长裙搭配懒人乐服鞋 关于乐服鞋有一派是喜欢带流苏的懒人乐服鞋 而在另一派则是马吉拉 这大胆设计的爱好者就区分了 那些热爱标志性鞋款的人的品味 在2024年穿下流行的裙子当中 中长裙的剪裁已成为所有人的最爱 牛仔中长裙使它们成为最多功能性的百搭单品 搭配直动剪裁和卫巾修饰的 oversize 西装外套 给整体造型增添了年轻、活泼的氛围 紧接着第三种搭配方式 比较特别、没有错 就是量身剪裁的迷你裙 以及优雅的乐服鞋 在前卫设计的对立面 是最具辨识度的懒人乐服鞋 采用挂脚背式的懒人鞋 源头最具标志性的是Prada 拥有其标志性的鞋头 以及厚底鞋底 搭配一套两件式的西装套装 其中一件西装外套 变成了带有钮扣的迷你裙 另一件是短外套 这绝对是最酷的制服 肯定超出你的预期以及日常 接下来第四种搭配方式 你们一定会觉得比较特殊 没有错 就是单色的造型裙子 搭配高跟的懒人鞋 亚麻背心是夏天应该投资的首选 自然清爽和精致面料 让亚麻成为任何衣橱的秘密武器 搭配上一条与未来主义相配的裙子 带有高跟懒人鞋和极细袜子 可以让你的造型立马变得时尚 接下来这个搭配方式 我相信是喜欢甜美风格的女生 一定会热爱的 没有错 就是宽松裙子搭配方头懒人鞋 如果你喜欢Dio的新风格轮廓 这款穿搭建议是源自1947年 迪奥设计的现代版本 迪奥先生当年的A字裙身 先腰、远肩和读书胸部的设计 重新点燃了法国时尚 街头风格中 我们看见这款裙装 搭配方头和长方形跟的懒人鞋 而这一次它不带袜子 为了进一步完善你的造型 可以再搭配一条高腰裙子 腰间、室友腰带 一件带有结构化翻领的西装外套 以及一双懒人鞋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优雅 那么以上就是本周时尚周报 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裙装搭配乐服鞋的穿搭方式 这样你学会了吗 那么记得持续关注我 也欢迎到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你们也喜欢这几款穿搭吗 但在离开之前 千万不要忘记 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那么我是TJ 我们下期再见 time of day time of day time of da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